新劇《陀昌師者2020》正拍攝得如火如吐 今天羅仲謙和李承昌要拍一場爆樽戲 他們都是經驗豐富的演員 所以這場戲兩人很順利的一踢過就拍完了 其實這次是謙仔第一次拍被人爆樽的戲份 不過他就說拍之前一點都不緊張 十幾年你第一次被人爆 爆人就爆得多了 第一次被人爆 阿輝試過嗎? 爆人也試過 真的嗎? 沒被人爆過 有甚麼技巧嗎? 爆人的時候沒甚麼技巧 其實爆人的壓力比被爆 是啊,很驚訝親人的 最重要是不要在一邊位打到頭 那些人痛,要在旁邊坑 瓶底下就痛了 因為糖膠墜了在瓶底下就硬了 所以一定要瓶在身上 即是有些技巧要在旁邊 是啊,還有不能過臉 因為過臉很容易會戒 一打到頭就要縮 謙仔和楊兒的女兒小珍珠四月出生 現在謙仔因為要開劇 所以女兒多數由楊兒和外母照顧 謙仔都說媽媽真的很偉大 作為老公就一定要第一時間回到家 就是先問老婆 第一回到家就問老婆怎樣 就先不要問了寶寶 我覺得她越來越大,會像誰多一點? 慢慢開始像我多一點 慢慢開始像我 我記得阿Mo跟我說過 太太很介意 首先我寶寶第一聲是叫爸爸 還是叫媽媽 記得啊,一定要叫媽媽 否則有話說 現在會不會已經教定她 但我暗地女不停地 暗地女 會不會有想過現在要再追多一個 隨緣,當然有兩個會開心一點 其實下一個兒子也沒所謂 這一邊雙,軒仔下班後就忙臭女 而另一邊雙 阿Fred就忙著籌備年底的婚禮 他就說很幸運 很多朋友出手幫忙 所以他們的婚禮籌備過程 都非常順利 都在籌備中了 幸運又有好朋友幫忙 P.R Company, Wedding Planner 所以就不用太操勞 有差點什麼未準備呢? 要選一些優秀 要選一些優秀 那些會交給Stack幫你搞 還是你會給點意見? 通常都是她的 但我都會給點意見 盡量 好像她是不是昨晚 都為了保護婚禮 當然,她要 而且她接下來要拍MV 所以她也要開始保護婚禮 洪永成在劇中演一個合謀頭目 早前她在社交網站鋪了一張照片 分享自己跑完六公里 Tony說其實六公里對於她來說是 easy job 最近她也要加大運動量 操練自己 六公里對於我來說是差不多 不過我應該可以跑長一點 其實六公里很少 至少要跑一步十幾公里 差不多一小時 才能真正運動 MV 也擺時機 因為這次也有些要脫衣的氣 當然脫衣的氣 簡直是一個侮辱 因為旁邊的兩個 一個叫做大波謙 一個叫做健美先生 Nio 你想像一下 她倆脫衣 然後我又脫衣 是不是很侮辱我呢? 有沒有壓力在她倆旁邊脫衣 就是侮辱 好壓力 所以就不可以太差 就是儘量保持好的身形 那氣出來 我不會變得太小朋友